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 请大家继续支持圣坛鲜花的事工 可以表达感恩 也可以纪念我们的亲戚朋友 请向明泰登记 每一次都是10块钱 那今天我们的主义学会暂停一次的 我们加州内华达联谊会中的亚裔小组 会在这个月21号就是除夕周六 早上的10点半到下午的2点 举行春节庆祝活动 邀请联谊会中各个亚裔族群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参加 那当然也欢迎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踊跃参加 我们会在也是这个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平信徒主日联合崇拜 而且呢一起来庆祝这个农历新年 也是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也是在这个月29号庆祝人际关系主日 这是我们教派六个特别奉献主日之一 奉献所得就是用于社区发展 特别是帮助青少年最方的感化更新教育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参与语族 耶稣怜悯若是边缘人的事工 来看一下我们当中有什么带导的事项 当然要为我们教会中独居的长者 以及身心健康的人来带导 当中有我们的胡太太 Winnie, Linda, Kenneth, Diana 那也为我们Wendy姐妹通过考试 得到美容师的执照 来感谢赞美主 其实也为我们的Adina 以及Christine 就是我自己了的复员 也为最近这几周的雨水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求主保守各地人民在暴风雨当中 会得到安全 为目前世界各地的疫情来祷告 特别是情犯严峻的中国 为失去亲友的人得安慰 也更加为乌俄战争这个事情 来祷告 让这场战争早日的结束 祝福 祝福 以下是宣照时间 请实体的弟兄姊妹起立 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回应 神的宗旨啊 你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耶和华的声音是火焰分叉 红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的声音 耶和华的声音 请坐 今天由伊瓦带给我们的带领诗歌敬拜 今天我们又聚集在主的圣殿敬拜 今天我们又聚集在主的圣殿敬拜 凡两三人聚集 凡两三人聚集 心意合一奉主的名祷告 心意合一奉主的名祷告 主必应允 祂的圣灵在我们身边运行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同心敬拜 心知将梦主的祝福 我们深深知道我们会蒙主的祝福 心意合一奉主的圣殿敬拜 心意合一奉主 心知将梦主自欠福 当我们最拆使礼成明君归 当我们最拆愿难荣耀岳美 如果方便呢 我想大家呢 也可以站起一同唱一首歌 如果大家方便呢 请你站起来 我们一同唱以下这首歌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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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天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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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盗聚 也同盗聚 聚首帝宣礼 来盗聚 基督耶稣 魂王的荣誉 天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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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祈祷 我在这里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要说我们的父神 耶和华我们的父神 感谢你从遂守到年中时常看顾我们 感谢你从遂守到年中常常看顾我们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年份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年份 等待我们经过 我们不能够说前面没有忧虑和困难 求主伸出你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 求主伸出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 帮助我们度过所有的难关 帮助我们度过所有的难关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更喜乐 更丰盛的人生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更喜乐 更丰盛的人生 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所遇到的困难 求主保守我们教会所遇到的困难 帮助我们将困难变成机会 帮助我们把困难变成机会 让教会复兴 让教会复兴 有更好的发展 有更好的发展 以上的祷告 以上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阿们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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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重甘是情緒有多艱難 我永至隨意 復興我 為祢一生染上 來復興我 來復興我 染息我的心靈 來復興我 來復興我 讓我快跑 跟隨 重甘是情緒有多艱難 我永至隨意 復興我 為祢一生染上 來復興我 來復興我 染息我的心靈 來復興我 來復興我 讓我快跑 跟隨 重甘是情緒有多艱難 我要追隨意 來復興我 為祢一生染上 來復興我 讓我們一起同心低頭禱告 神啊 我們滿心感謝讚美祢 求祢的聖靈降臨與我們同在 並將祢的平安喜樂賜給我們 也把祢的醫治的大能賜給我們 父啊 感謝祢赐下祢的恩禮 求祢給我們購用的恩典 來應付新的一個星期的生活 工作和一切的需要 讓我們能凡事信靠祢 祝福今天的詩歌敬拜 以及台上的信息 感謝祷告 釋放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們繼續用主導文來結束我們的禱告 讓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就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 Amen 以下是經課時間 有請我們的Lucy姊妹 今天的經文是唱詩集十一章二十六集到十二章五集 塔拉活到七十歲 生了亞布蘭 納赫 哈蘭 塔拉的後代記在下面 塔拉生亞布蘭 納赫 哈蘭 哈蘭生路德 哈蘭死在他的本地 加勒底的物兒 在他父親塔拉之先 在他父親塔拉之先 亞布蘭 納赫 歌取了妻 亞布蘭的妻子 名叫塞拉 納赫的妻子 名叫密加 是哈蘭的女兒 哈蘭是密加和葉加的父親 塞蘭不生育 沒有孩子 塔拉帶著他兒子 亞布蘭和他的孫子 亞蘭的兒子 而哈蘭的兒子 路德 並他兒父 亞布蘭的妻子 沙蘭 出了加勒底的物兒 要往加南地區 他們走到哈蘭 就住在那裡 塔拉共活了二百零五歲 就死在哈蘭 耶和華對亞布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土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區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釋佛給你 叫你的名偉大 偉大 他也叫 你也要叫別人的佛 為你祝福的 我必釋佛給他 使佛與他 他詛咒你的 我必詛咒他 地上的萬族 都要因你的佛 亞布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羅德也和他同去 亞布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七十五歲 亞布蘭加他 妻子塞拉和哲爾 盧德連他們 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 所得的人口 都帶往加南地區 他們就到了加南地 這是上帝示給我們的話語 感謝上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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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終わります 年齢大 腳不是很好 我也是 年紀大 腳不是很好 今朝我好感謝上帝 今天我感謝上帝 讓我有機會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看聖經所得到的訊息 我自己看聖經所得到的訊息 很難得的就是 很難得的就是 Ivan再一次跟我在這裡做拍檔 我有個榮幸在幫Leo再一次翻譯 我不是這樣說 我也聽不懂 因為我沒有稿給她的 這個是習慣的 沒稿子 所以有什麼問題是我的責任 所以大家要幫我忙 OK 在未開講之前 還沒有開講以前 請大家跟我一起低頭祈禱 請大家低頭祈禱 我都需要你翻譯 感謝上帝 感謝神 但願你今朝給我講話的時候 但願你今天讓我講話的時候 我心中所想的 我心中所想的 還有我們大眾在這裡崇拜你的 還有我們大眾在這裡崇拜你的 都能夠一同受到主你的靈感動 都一同受到主的靈感動 Amen 我在這裡看到 個個都是熟眠口 我看到這裡大家都很熟了 但是我仍然擔心 如果有網上看這個崇拜節目的時候 但是我擔心在網上 如果有人在看我們這個崇拜的時候 不知道我的背景 所以我要澄清一下 我是在中國出生 我在中國出生 在香港讀完高中 在香港念完高中 在1954年 在1954年 1956年 1956年 來美國 讀大學讀土木工程 念大學是念工程 所以我是沒有神學的背景 所以我沒有神學的背景 但是我的媽媽已經是基督徒 但是我的媽媽是基督徒 她的爸爸是基督徒 她的父親是基督徒 所以我從小就已經 嬰孩就受洗 所以我從小就是嬰孩的時候已經受洗 1956年來這個教會 1956年來到這個教會 一直到今天 很多年 很多年 我跟我太太在這裡結婚 我跟我太太在這裡結婚 去年已經是60年 去年已經是60年 所以我很感謝上帝 感謝神 這段聖經是因為我想知道多一點阿伯拉罕的生平 我們知道阿伯拉罕是猶太人的祖先 她就是因為聽到神的呼召 是因為她聽到神的呼召 離開她居住的地方 離開她居住的地方 去到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地方 舊時叫加南 去到現在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以前叫加南 亞伯拉罕是甚麼時候的人呢 亞伯拉罕是甚麼時候的人呢 我查一下 我查考了一下 她大約是公元之前2000年 差不多時候的人 她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的時候的人 公元前2000年就是中國的夏朝剛剛開國的時間 那那個時候就是我們中國夏朝剛剛開國的時間 我相信大家對中國的歷史都滾瓜爛熟 相信大家對中國的歷史都滾瓜爛熟 夏朝進到商朝 夏朝然後到商朝 商朝然後到 漢朝 商朝以後都是周朝 周朝就進到漢朝 周朝以後是漢朝 很長遠的時間 很長遠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明白 這個是那個時代的人 亞伯拉罕 所以我們要明白 亞伯拉罕是那個時代的人 照聖經的記載 照聖經的記載 亞當 我們各個知道上帝所創的第一個人 亞當 上帝所創造的第一個人 亞當 他傳了十代 他傳了十代 就到 羅亞 去到那個羅亞 羅亞就是洪水泛濫 荒州那個羅亞 羅亞就是那個洪水泛濫那個羅亞 再傳十代 再傳十代 就到塔拉 到那個哈拉 塔拉就是阿伯蘭的爸爸 塔拉就是亞伯蘭的爸爸 這裡我們講阿伯蘭 不是講阿伯拉罕 這裡長的是亞伯蘭 不是講亞伯拉罕 其實是同一個人 其實是同一個人 他出生的時候叫做阿伯蘭 他出生的時候叫做亞伯蘭 後來當他接受了上帝的呼召 就說你現在改這個名叫做阿伯拉罕 後來上帝呼召他 把他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 今早我想再 大家一起重溫今天這段聖經 希望今天我跟大家一起重溫這段聖經 我希望Kristine在網上可以幫我 希望Kristine在網上幫我一下 再打回今早所讀的聖經 把今天早上所念的聖經打出來 我們知道誰聽到誰不聽到 那我們就知道誰聽到誰不聽到 其實我已經提過Kristine 可能她忘記了 OK 我就讀出來 大家都記得 沒關係 我就念出來 我想大家都記得 在創世紀第11章第26節開始 在創世紀在11章26節開始 他記載他說 他拉活到70歲 生了阿伯蘭 拿赫哈蘭 這裡說他拉活到70歲 生了亞伯蘭拿赫哈蘭 然後到11章32節那裡 他拉共活了205歲 就死在哈蘭 在創世紀11章32節說 他拉共活了205歲 就死在哈蘭 然後在第12章第4節那裡說 阿伯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75歲 然後在12章4節的地方說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75歲 那這三個年份 我們記得 因為我相信 聽完今早所讀的聖經 我相信你們 跟我當時一樣 我都要讀很多次 然後才知道 究竟明白她講什麼 請大家記住剛才那三個數字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就是唸這段聖經的時候 要唸多次 才明白她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段經文 記載的東西是跳來跳去的 因為我覺得這段經文 他記載的東西 就是跳來跳去的 有這麼多個名 有這麼多個地方 有這麼多的名字 有這麼多地方的名字 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 很難究竟想到 那個故事是怎麼樣 很難想像那個故事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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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就是說 念了一遍又一遍 我的理解就是 我現在 今早想講那個秩序 我的理解就是 今天我現在要講的繼續 好像有人叫我 拍一部戲 講阿伯拉罕早期的歷史 好像有一個人要我拍一部電影 是說那個 亞伯拉罕他早期的事情 但是叫我一定要根據 聖經所列的地方 但是要我根據聖經所列出來的地方 不可以隨便修改 不能隨便的修改 可以加入去 可以加進去 如果是合情理的話 如果是合情合理的話 但是一定要 不可以跟聖經記載 又出入 但是不能跟聖經的記載 有出入 於是我再看回 開頭 十一章二十六節這裡說 塔拉活到七十歲 生了阿伯蘭 拿赫哈蘭 所以我又重看了那個十一章二十六節講說 塔拉活到七十歲 生了亞伯蘭 拿赫哈蘭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記載 這個是很特別的記載 因為我們再看以前那麼多代 哪個生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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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好像我們在重看 誰生誰 這麼多的代 一代一代的 他多數會講 哪個生哪個 多少歲 他通常會說 誰生誰 多少歲 然後之後就生了 哪個 哪個 或者很多 然後之後就是生了 誰 誰 很多 但是這裡他一開始 他說塔拉活到七十歲 就生了這三個小孩 但是這裡他說 塔拉活到七十歲 就生了這三個孩子 我看很多解聖經的人 我看了很多解釋聖經的人 他都說是 塔拉在七十歲的時候生阿伯蘭 他們都說塔拉在七十歲的時候生了亞伯蘭 因為聖經確是這樣說 因為聖經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的見解就是 如果是這樣 和後面那些年歲不吻合的 但是如果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跟以後那些年歲不吻合 所以我現在作一個劇本 所以我現在編一個劇本 就講阿伯拉罕的生平 就是講亞伯拉罕的生平 我補充了一些東西下去 我補充一些東西在裡面 但是我沒有改到那個聖經那個原本的原文 但是我沒有改變聖經的原文 好 那我開始 現在開始 他拉其實活到二十五歲的時候就生了亞伯蘭 他拉其實到二十五歲的時候就生了亞伯蘭 之後就生拿赫 然後生拿赫 然後他拉活到六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他活到六十幾歲的時候 他太太就死了 太太就死了 所以到他拉六十九歲的時候 所以當他拉活到六十九歲的時候 他再結婚 他再結婚 娶了一個年輕的女孩 他娶了一個年輕的女孩 第二年就生了哈蘭 第二年就生了哈蘭 你可以想像到他拉是多歡喜 你可以想像到他拉多麼的高興 七十歲 七十歲 生一個兒子 多生一個兒子 多英雄 這麼英雄 你可以想像到老人生兒子 對兒子是寵害有家 可以想像到老人這麼老的時候生兒子 就是對他寵愛有家 我們多數喜歡我們的拉仔很重要 所以我們很喜歡我們最小的兒子 但是他拉又好東西 他跟他二十歲就結婚了 很厲害 他拉還可以跟一個二十歲的結婚 不是 他拉二十歲就結婚 哈蘭二十歲就結婚 他是說哈蘭在二十歲的時候結婚 因為他拉抱孫心切 因為他拉抱孫心切 哈蘭又不負他爸爸的願望 哈蘭也不負他父親的願望 二十五歲的時候已經生了三個 二十五歲的時候已經生了三個 首先生了羅德 首先生了羅德 然後是兩個女兒 然後是兩個女兒 但是很不幸 上經沒有說 我就想不到為什麼 他二十五歲 哈蘭就死了 但是很不幸的 聖經也沒有說 但是哈蘭在二十五歲就死掉了 這個老人家 哈蘭很傷心 很傷心 這個老人家 哈蘭非常的傷心 上帝看到他 那麼傷心 想開解他 上帝看到他這麼傷心 就想開解他 上帝跟他說 上帝跟他說 你離開這個地方 這個吾爾這個地方 你離開這個地方 這個叫烏爾的地方 去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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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令你的後裔成為一個大國 去迦南 我會讓你的後製成為大國 我會祝福你們 我會祝福你們 我會祝福你 那麼他拉因為很傷心 想一下都好 他拉就很傷心 就覺得也好 所以在他當時已經是95歲的時候 他就離開吾爾 所以當他在那個時候是95歲的時候 他就離開吾爾 吾爾這個地方是今天所謂兩河流域的地方 在那個時候 吾爾這個地方是在兩河流域的地方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知道 所以兩河流域就是 又法拉底河 和底格里斯河 兩條河 在今天伊拉克 那麽上下的地方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兩條河 一條是底格里斯河 還有一個是法拉底 或者你屬英文的名字 又法拉底 尤佛拉底 底格里 這個就是Tigris 今天是在伊拉克南部 那麽他就離開這個地方 就向著迦南去 他就離開這個地方向著迦南地去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在這裏的聖經 似乎是第一次提到迦南 在聖經裏面第一次提到迦南 我相信 當時的人都不是經常去旅行的 相信當時的人也不常去那邊旅遊 我相信當時的人也沒有地理的觀念 相信當時的人也沒有地理的觀念 沒有地圖 沒有地圖 你記得這個是主前二千年 要記得這是主前兩千年 是中國下朝的時候 是中國下朝的時候 那麽麽他會知道去迦南呢 他怎麽知道怎麽去迦南呢 因為上帝叫他 因為上帝叫他去 那麽他就去 那麽我們就知道 他是遊牧民族 那麽我們知道他們是遊牧民族 他們靠養羊、養牛為生 他們靠養羊跟牛為生 那麽於是他帶著那幫羊群、牛群 就沿著這條有法拉底河西北這樣上 所以他們就帶著那些牛羊的 圓著那個 右法拉底河 往西北方向走 那麽他去的時候呢 他就因為那麽是家族的存在 他去的時候因為是家族的存在 所以他就叫了兒子、媳婦、孫子一起去 所以他就帶著他的兒子、兒子、兒子 還有他的雙兒一起去 我記得他本來有三個兒子 他有三個男孩 這個小兒子就不在 小兒子已經不在了 那大兒子阿伯蘭當時呢 就已經是70歲了 大的兒子亞伯蘭那個時候已經70歲 因為他是25歲生亞伯蘭 因為他是25歲的時候生亞伯蘭 這個年份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繼續推上去 那個年份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繼續推上下去 但是他那個第二兒子呢 拿荷就說 我已經在這裏有我的家業 但是他第二個兒子拿荷就說 我已經在這裏有我的家業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但是我和你看著哈蘭那兩個小女 但是我幫忙來看那個哈蘭的兩個女兒 我們知道哈蘭25歲死了 我們記得哈蘭25歲的時候死掉了 二十歲結婚 二十歲結婚 所以這幾個子女呢 羅德和這兩個女兒呢 都是四歲啊 所以羅德還有這兩個女兒 就是大概四歲左右 所以這兩個女兒是需要人照顧的 所以這兩個女兒還是要人照顧的 還有不適宜走遠路 而且不適合去走遠路 我們記得他們是走路的 記得他們是走路的 或者會騎一下女兒 但是多數都是走路 或者是有時候會騎旅 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是步行 那麼他們沿著這條河 又法拉底河西北去 來到一個大的城市 又叫做哈蘭 來到一個大的城市又叫哈蘭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他拉呢就說 我們在這裏停一下先 然後他拉就是說 我們在這裏停一下吧 誰知一停就停了五年 哪知道呢一停就停了五年 為什麼我說五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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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亞伯拉罕已經75歲 亞伯拉罕已經75歲了 他是70歲開始走 因為他是70歲開始走 現在是75歲 現在是75歲 經過五年 經過五年 在這五年之內 他然後才可以 他的牛羊啊 還有他的家裡的人口增加 就是在五年裡面 他的牛羊還有家裡的人數增加 那麼在五年呢 上帝等得有點不耐煩 在這五年以內 上帝等得不耐煩 因為原本他是叫他拉 他拉去加拿的 他都不動 因為他本來要他拉去加拿 但是他不動 其實都可以理解 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當時他拉都一百歲了 因為那個時候他拉已經一百歲了 記得的 他拉一百歲 他的兒子亞伯拉 75歲 大家記得他拉已經一百歲了 然後亞伯拉是75歲 上帝就跟阿伯蘭講了 上帝就跟亞伯蘭說 這裡我讀聖經了 你要離開本地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本族 富家 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去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這次阿伯 這次神就不講加拿 他就說我指示你的地方 神這次沒有說加拿 就是說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 或者他怕阿伯蘭聽到加拿 就不想去 他害怕亞伯蘭聽到加拿 就不想去 神跟著跟阿伯蘭說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神繼續跟亞伯蘭說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給他 為你祝福的 我必賜福給他 那咒咒你的 我必咒咒他 那咒咒你的 我必咒咒他 地上的萬族 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萬族 都要因你得福 那聖經跟著說 阿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然後聖經說 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 他跟他爸爸不同 他爸爸呢 走到一半路 停在那裡 他跟他父親不一樣 他的父親走了 一半的時候就停下來了 但是阿伯蘭呢 聽到耶和華的吩咐 就照著了 但是亞伯蘭聽到耶和華的吩咐 都照著著 他帶著羅德 他把羅德也帶上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七十五歲 亞伯蘭出哈蘭的時候 年七十五歲 我看很多聖經的解讀 我看很多聖經的解讀 他說亞伯蘭離開埃及的時候 他拉已經死了 他說亞伯蘭離開埃及的時候 他拉已經死了 我覺得這個不合理 計數不對 我覺得這個數學方面好像不對 因為一方面你說 他拉活到二百零五歲就死 在哈蘭 一方面他說 他拉活到二百零五歲 死在哈蘭 那個時候 亞伯蘭怎麼會是七十五歲呢 那個時候怎麼可能 亞伯蘭是七十五歲呢 如果亞伯蘭 是在他拉七十歲的時候出生 如果亞伯蘭在哈拉七十歲的時候出生 那就完全 這個數學 完全不行了 那數學方面也是不合的 還有耶和華跟阿伯蘭說 然後耶和華跟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父家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父家 離開父家 離開父家 如果當時 他拉已經死了 那麼他不是離開父家 當時如果他拉已經死掉了 他就不是離開父家 因為當時他的家族 因為當時他的家族 如果那個爸爸死了 就是他的家族 因為如果他的父親死掉了 他就是 那個 都是他的家族了 還有聖經跟著說 於是 所以阿伯蘭就帶了他在哈蘭所積蓄的財物 所得的人口 往加南去 然後聖經說 他就連他們在哈蘭所积蓄的財物 所得的人口都帶到加南地區 阿伯蘭不是商人 阿伯蘭不是商人 他是養牛羊的 他是養牛羊的 當牛羊增多的時候 當牛羊增多的時候 當他的人口也增多 當他的人口增多 這個所謂人口 就是他的牧人 那些奴隸 這些 這裡講的人口 就是他們的 他的仆人還有奴隸 一定是需要幾年的 一定要有幾年的時間 就是說他們在哈蘭 所以我說 他在哈蘭已經住了五年 所以我覺得他在哈蘭已經住了五年 雖然聖經沒有說明是五年 雖然聖經沒有說是五年 但是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這樣 所以從阿伯蘭75歲 我減回五年 所以我說 當他離開哈蘭的時候 阿伯蘭是70歲 所以從他75歲減掉五年 就是70歲的時候 就是他離開哈蘭的時候 他離開哈蘭的時間 另外呢 在聖經後面的記載 我們知道 她的太太 她的薩萊 是她的同父異母的姊妹 她的妹妹 她的妹妹 所以當時如果阿伯蘭離開的時候 是70歲 如果當時亞伯蘭離開的時候是75歲 這個薩萊應該是60歲 那個薩萊應該是60歲 因為聖經後面那裡 會當薩萊後來生以撒的時候 薩萊最先說 一百歲的人還可以生兒子嗎 就是說阿伯拉罕 就叫聖經以後所說的 就是薩萊他生孩子的時候 他說亞伯蘭一百歲還可以生孩子嗎 因為當時他自己都成90歲 因為當時他自己已經90歲 也所以在聖經這裡講得清楚 薩萊不生育沒有孩子 在這裡聖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薩萊沒有孩子 不生入獄 因為當時他已經60歲 因為當時已經60歲 如果他是20歲結婚 如果他20歲結婚 40年都沒有兒女 40年都沒有兒女 所以他都是很失望的 知道自己沒有希望 他自己覺得很失望 所以 剛才我所說的 阿伯蘭是25歲 他拉是25歲生阿伯蘭 所以我剛才說 他拉是25歲生亞伯蘭 就是他拉大過阿伯蘭25年 就是他拉比他兒子大25歲 所以當他拉75歲的時候 離開哈蘭 所以當哈蘭 不是他蘭 當阿伯蘭75歲的時候 離開哈蘭 當亞伯蘭75歲離開亞蘭的時候 哈蘭的時候 他拉已經100歲 他拉已經100歲 而他拉是205歲死的 而他拉是205歲死的 所以有105年 他拉是一個人沒有家族 沒有家族在哈蘭 他的小兒子死了 他的小兒子死掉了 中間的兒子留在吳爾 離開他 中間的兒子留在吳爾 離開他 現在大兒子帶了他的太太 帶了他的孫羅德 離開他 所以之後的1805年我相信 他拉是很孤獨很憂鬱 所以我覺得他拉105年 在哈蘭活得很憂鬱很孤獨 好 那我想這樣說有什麼意思呢 我在想我這樣說有什麼意思呢 如果上帝呼召我們做一件事 如果上帝呼召我們做一件事情 我們不去做 我們不去做 我相信上帝不會立刻摘弗我們 我相信上帝不會立刻摘弗我們 上帝會給我們時間 上帝會給我們時間 在他拉一生 上帝給五年的時間 在他拉一生 上帝給他五年的時間 如果五年你都不聽話 如果五年你都不聽話 上帝就動手了 上帝就動手了 但是我們說 神是全知全能的 但是我們說神是全知全能的 上帝選他拉的時候 上帝選哈拉的時候 難道上帝不知道他拉不會去 難道上帝不知道他不會去 這個就是基督徒 我們知道上帝給愛人 所以給我們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們基督徒就是要知道 因為上帝愛我們 所以給我們有自由的意志 如果我們一定要愛上帝的話 如果我們一定要愛上帝的話 那個愛就不是愛 這個愛不是愛 即是說 如果我們要子女愛我們的話 好像說我們要兒女愛我們的話 這個不是愛 這個不是愛 我們可能給很多東西 子女 我們可能給我們的兒女很多東西 讓他們喜歡我們 讓他們喜歡我們 但是這個不是愛 但是這個不是愛 愛是要自動的 愛是要自動的 上帝做人就是希望人愛他 上帝做人就是希望人愛他 如果我們不愛他 如果我們不愛他 上帝會不高興 上帝會不高興 但是他不會 不會立刻處罰我們 但是他不會立刻的處罰我們 但是我們看到當 他拉不聽上帝的話的時候 但是我們看到他拉不聽上帝的話的時候 105年他過一個悲哀的生活 105年他過一個悲哀的生活 所以我的題目是B計劃 所以我的題目是B計劃 B計劃是什麼呢? B計劃就是後備計劃 B計劃是什麼?就是後備計劃 我的意思就是上帝有B計劃 我的意思是說上帝有B計劃 上帝的A計劃是可能對我 是要求我相信他 上帝的A計劃可能是要求我相信他 但是當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上帝有B計劃 但是當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上帝有B計劃 我不知道上帝對你有沒有B計劃 我不知道上帝對你有沒有B計劃 我相信有 我相信有 基督徒相信有永生 基督徒相信有永生 就是說我們在世界上的生命 完了之後 我們有一個永遠的生命 就是說我們在世上的生活完了以後 我們又有另外的生命 我跟很多人不信神的說 我跟很多非基督徒說 要相信神 因為我們還有永遠的生命 要相信神 因為我們有永遠的生命 但是這些人說 我怎麼知道有 但是這些人說 我怎麼知道會有 不相信 但是我說 你要有一個B計劃 如果真的有永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B計劃 但是他就說 你們要有B計劃 如果真的有永生的話 你有沒有B計劃 今天就是這個信息 如果我們還沒有信神的話 如果我們還沒有信神的話 我們有沒有真的有B計劃呢 我們有沒有B計劃呢 當我們一生完了之後 我們去哪裡呢 當我們一生到盡頭的時候 我們去哪裡呢 今早我分享這麼多 聽不到你就沒有 今早我們分享就是這麼多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你們 Amen 我們感謝利友弟兄 真的是把聖經讀得非常的仔細 我相信我們平常都讀過讀過 沒有去仔細來看這些數字 還有背面 背後那個人物的可能有的故事 或者是他們的心情 感謝上帝 有時候我們讀聖經是聖靈的帶領 開啟我們的眼睛去看到 自理行間的事情 感謝神 那今天的這個回應詩呢 我們是來唱 李友他所挑選的 他最喜歡的聖詩之一 我們一同來唱 這是天賦世界 這是天賦世界 我們才要聽 你這唱歌四位相迎 星辰昨夜同聲 這是天賦世界 我心滿願寧 來看看 救命 天父充满世间 是天父世间 求主教我不忘 天父充满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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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不贵忧伤 甚至是往天的通常 歌声充满万房 这世界是属于神的 所以兄弟姐妹 如果你还没有A计划 你就来找上帝 上帝有给你的B计划 以下是奉献时间 实体的弟兄姊妹 从中间的走道 把您的奉献放在奉献盘上 然后从两边的走道 回到您自己的座位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姐妹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全能 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阿们